咱们今天来说说当年震惊全国的郑州618特大偷渡案 这案子发生在1992年 距离现在已经30多年了 92年6月18号 整赶上是夏天 天气啊 无比的炎热 天一热呀 大家就懒得出门 这一天呢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们 踏踏实实的在教室里边上着课呢 校园里边啊 一个人也没有 这时候下课铃声响起来了 呼啦吵一下子学生们都涌出来了 一窝蜂的都朝食堂赶了过去 90年代初没有现在生活条件好 现在好多大学生都懒得吃食堂 叫外卖也方便 一出校门 现在哪个大学门口没有个美食街呀 想吃什么有什么 但那个年代不一样 食堂里边那些饭菜琳琅满目 对于上了半天课的学生们来说 吃一顿热热乎乎的饭菜 就无比的满足了 当时呢 这河南财砖呢 有俩食堂 一食堂 二食堂 二食堂呢 因为要新点 种类啊 更丰富主要是面食 河南也是吃面大省啊 各式各样的面条 包子馅饼啊 各式各样炒菜可丰富了 学生们呢 都更喜欢到二食堂吃饭 一开始啊 食堂里边热着闹闹的 一边吃着 一边聊着 到了中午十二点十分 就有一个男同学正吃着包子呢 突然就感觉不舒服 哎呦 上午上课的时候好好的 这怎么回事啊 就感觉恶心 想吐 到了十二点二十分 整个食堂里已经有十好几个学生 就开始哇哇的吐上了 呕吐不止 并且都说呀 肚子剧烈的疼痛 忍不了的那么疼 在食堂一个垃圾桶旁边 有一个女孩啊 吐的脸色发白 肚子疼的实在受不了了 在那一边吐着 一边哭着 这还没完呢 一开始是十几个人吐 后来是几十个人吐 再后来一百多人吐 越来越多的同学出现剧烈呕吐 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 短短半个小时之内 二百多名学生在那个食堂里边都哇哇的吐 甚至有的同学已经严重到休克过去了 这很明显的 是食物中毒啊 学校里边就有卫生所 一时间小卫生所里里外外挤的都是人 甚至卫生所的走廊里边 厕所里边都是中毒的学生 有的在那疼哭了 有的在那疼得不停的呻吟着 都是呜呜哇哇的声音 一开始啊 学校没多想 以为是天热了 是不是食材出什么问题了 可能是腐败变质了 这才导致食物中毒 但是中毒的学生越来越多呀 但凡在二十堂吃饭的都中毒了呀 学校意识到这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这么多学生不可能吃的是同一样东西 那么多的食材 不能全腐败了吧 不能全搜了吧 但现在的重中之重还不是查事故原因 而是让同学们赶紧接受治疗 学校立即联系了附近所有的医院 所有的这种卫生所 离财砖比较近的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的医务人员听到这消息之后 火速赶到了财砖 为同学们救治 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等各大医院 也都以最快的速度解救这些中毒的同学 事态得到初步控制之后 学校紧急联系了省卫生局来检查 到了晚上九点五十 结果出来了 根本不是什么实物腐败 而是三氧化二身中毒 三氧化二身 学过中学化学的应该都不陌生 就是平时咱们说的劈疮啊 这玩意儿在古代影视剧里那是杀人于无形的呀 披霜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异味 掺到什么里边你都尝不出来 人使用了披霜之后啊 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等 大量食入就会导致抽搐呼吸麻痹甚至死亡 这件事情过于重大呀 所以立刻上报到省 河南省又立刻上报到了中央 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央 省市院校各级领导的极度重视 抢救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全国一盘旗啊 上海市政府把840瓶治疗披霜中毒的特效药 连夜用飞机空运到了郑州 把中毒的700多名学生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根据最终统计 这次中毒事件一共有700多人中毒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但有一名同学最终诊断为重伤害 还有的同学出现了心肌损伤 死之无力 也有的同学呢 发生了多发性的神经炎 大学的食堂让人下了毒了 700多将近800名学生都中毒了 这样的特大投毒案件 立即引起了各级警方的重视 案发当天 公安人员就进驻财砖 第二天 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联合组成了破案指挥中心 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查出来谁是凶手 为什么这么狠心的给同学们的饭菜里边下毒 事情发生在第二食堂 所以警方认为最有嫌疑的应该是餐厅的工作人员和那些运送食材的人 但经过深入调查 这些员工啊都是老员工了 勤勤恳恳的 并且也都有不在场证明 就排除了这些人的作案嫌疑 不是工作人员 那么会是谁呢 会是学生吗 有的同学跟警方说 案发那天呢 大家都自发分组 忙着送这些中毒的学生去卫生所 当时人特别多 他和他们组的一个女生被挤到了一个角落里 他就听见那个女生小声的嘀咕了一句 该要的没要着 不该要的到要着了 这个同学当时以为听错了 什么意思 怎么叫该要的没要着 不该要的到要着了呀 在北方方言里边 要人要着指的就是给人下毒药 让人中毒 本来这同学也没太多想 结果这两天呢 又见这女生还跟别人打听 投毒会不会判刑啊 判什么样的刑啊 他就觉得这个女孩有问题 于是立刻向警方反应 经过警方调查 果不其然 这个女生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这个女生正在裁砖读大二 叫李云 随后警方又询问了李云同宿舍的室友 室友们就说呀 李云这几天没什么古怪的呀 有时候挺开心的 上窜下跳的 当然有时候突然的就愣神 开始发呆 但是他平时也这样 哎 对了 有一件事挺奇怪的 让同学感到奇怪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李云的室友面对警方询问的时候说 哎 有一件事挺奇怪的 就出事那天 我们看见李云去了第二食堂 后来啊 又发现李云在宿舍里边吃泡面 但李云平时根本不会吃泡面的 他要不去二食堂吃饭 那他去那干嘛呀 事已至此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李云 警方立即传讯了李云 李云别看岁数不大 只有22岁还是在笑声 但面对警方审问的时候 相当的冷静 相当的老练 警方啊 想出种种对策 对他的审问 长达八个小时 最终李云心理防线还是被突破了 老老实实的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李云说呀 决定投毒之前 他先去省警校 借了好几本书 什么书呢 关于投毒案例的 关于警方侦破这些投毒案件的书 他就在那很认真的研究 怎么样做案才不容易被发现 用什么毒药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研究来研究去 最后决定用皮霜 为什么会用皮霜呢 他倒也给出自己的解释了 他说呀 皮霜原本就是白色的 而且毒性也很高 我把它撒在饭菜里面 根本没人能看出来 李云说这些的时候啊 一点惭愧的神色也没有 反而还挺骄傲的那么一个样子 现在您各位要是想找皮霜可不好找了 但是在九十年代啊 一般药店都有皮霜可卖 但是呢得出示相关单位的证明 照理说李云买不着啊 那他是怎么买的呢 李云说了 这还不简单吗 我找了几张稿纸 上面印着河南省肿瘤医院 再捡一个红色五角星凑一凑 这工章不就出来了吗 至于内容嘛 我是让外校的同学帮着写好的 然后我自己填日期和用量 嘿 讲这些的时候 这李云呢 更自豪了啊 一点不惭愧 警方呢 按照李云的口供 进行了相关的确认工作 果然如此 李云呢 真是凭借伪造的证明 在河南省新药特药商店 多次购买了七百克皮霜 之后呢 又到了一个个体药店 把其中三百克颗粒状的皮霜 碾碎了 碾成了粉 东西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是该怎么投毒了 李云说呀 学校宿舍大门 每天晚上都锁 自己呢 在几天之前 就做好万全准备了 把一楼厕所窗户的窗条 拿锯子给锯断了 六月十八号凌晨一点多 宿舍人都睡着了 李云偷偷起来 把皮霜放进自己胯包里边 从那个厕所窗户那跳了出去 轻手轻脚的走到二食堂的后门 当时晚上还有人巡逻呢 巡逻这人还拿着手电筒 晃了晃食堂里边 给李云吓得够呛 但他不打算放弃 等巡逻的人走了 他就爬上了食堂后门的窗户 从窗户爬进去 踩着一个洗手池 进到了这房间里边 他知道到二食堂吃饭的人多 而且二食堂以面食为主 太容易下手了 李云毫不犹豫 把七百克皮霜 就撒进了面粉袋子里 之后还细心的 把吊在袋子外边的皮霜粉末 都清理干净了 把自己的脚印也擦得干干净净 这才回宿舍 早上按时起床 他可不敢去二食堂吃饭了 去一食堂吃的 到了中午的时候 还特地去二食堂转了一圈 看到那么多人中毒 心满意足的回宿舍吃泡面去咯 这事到这儿 基本上也就结束了呀 凶手查出来了呀 但有最大的疑问还没解开呢 这李云到底跟学校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为什么要下毒啊 后来经过调查才了解到 这跟一段校园恋情有关 李云1987年高中毕业之后啊 也没考上什么像样的学校 之后呢 又自学了三年 这才被河南财砖录取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22岁才读大二 被大学录取了 满怀憧憬 进入大学校园 开始美好大学生活 这李云呢 挺有才华的 文笔特别好 会写诗 会写文章 甚至他写的文章啊 都在学校的校报上发表过 就因为他文笔好 还当了班上的通讯报道员 从中学时候啊 李云就喜欢看言情小说 到了大学能自由恋爱了 就希望能遇到一个白马王子呗 来一段轰轰烈烈 感天动地的校园恋情 一转眼到了大二了 李云呢 认识了一个学员 是干训处 专业证书班的学员 干训班吧 跟普通的大学在校生还不一样啊 就是干部训练班 他本身呢 是在南洋市某单位工作 这男孩子呢 姓庄 这小庄和李云 算是老乡 都是南洋人 小庄呢 就经常以照顾老乡的名义 领着李云 在校园里边 这转转那看看 还时不时的给他送点零食啊 送点什么生活用品呢 有时候啊 还邀请李云 到他宿舍里边 用那小电煮锅 开个小灶 连回家车票 每回都是小庄去买去 俩人呢 都是结伴而行 李云这么一个文艺少女 碰上了这么一个男孩子 又体贴 又照顾他 并且也喜欢文学 这李云呢 可就不顾一切的 爱上了小庄了 虽然是同一个学校 但因为小庄 是干训班的嘛 他呢 年纪要比李云大不少 大上十来岁 这小庄 甚至还有孩子 有俩孩子呢 后来李云的班主任呢 就注意到这个事了 还提醒李云呢 小云呢 谈恋爱 我们不反对啊 但是呢 你还是要自己选择好 最好和那个男孩子 保持一定的距离 同学们也劝他 但李云 已经爱上小庄了 口头上答应保持距离 但他根本舍弃不了小庄 他也知道小庄 有妻子有孩子 后来李云呢 就想让小庄 跟他妻子离婚 转过头来娶他 但小庄很清醒 小云 那不可能 我们还有孩子 我也有家庭 我只能和你 保持这种关系 再说李云吧 小庄已经摊牌了 你就分开就完了呗 不行不分 李云也满不在乎 我就是你的人了 我做你的情妇 我要你答应我 和我保持 五十年的情人关系 俩人就达成了 这么一种奇怪的默契啊 但是一九九一年六月份的一天 李云和自己搬的一个男同学 在街上的一个小摊 在那吃饭 让小庄看见了 别看小庄自己有家有口 看见李云跟男同学吃饭 他还挺生气 当时举起手来就要打李云 还威胁李云了 如果以后我再看见你跟别的男子吃饭 我要你好看 再后来呢 李云呢 就给这个男同学 还写了一张莫名其妙的纸条 那这纸条上会写什么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李云呢 给那男同学写了一张莫名其妙的纸条 上面写着 我把他杀了以后 再把我那封信毁掉 我的清白就自己维护了 对你的全部责任我承担 与其让他控制一生 不如现在了结 这男同学也没想着跟李云谈恋爱 可能李云单相思吧 男同学收到纸条之后 给他吓的呀 这哪跟哪啊这是啊 他怕出什么事 立刻把这事就告诉老师了 老师呢 又找到李云 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李云呢 倒是又搪塞过去了 后来又有一件事 李云到了小庄宿舍 俩人就那样呗 正好让一个进来的同学撞见了 给李云吓的呀 之前老师怀疑我跟他谈恋爱 但是学校名文规定 不许发生两性关系呀 我这一家伙让同学抱上去 那学校不就知道了吗 老师不就知道了吗 按学校管理规定 得给我处分呢 再加上之前小庄还欺负过我呢 把我不能危及到我的前途 只有一招了 于是李云找了一位同学 会声会色的告诉对方 小庄如何如何强奸了他 还托这个同学向校领导报告 学校得知李云被强奸 这是大事啊 很重视 专门派人调查这件事情 可是调查结果证实 那不是强奸 是你情我愿 并且俩人不止发生了一次两性关系 对此学校做出了让小庄退学的决定 学校让小庄退学了 对李云呢还是比较宽容的 就觉得他是一个姑娘 涉事不深 又是因为个人生活问题吗 也不宜张扬 还是给他留条后路吧 尽管学校对这事挺保密的 但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同学们或多或少也都听说了 李云本来就很敏感 这一下子更变得喜怒无常了 只要看见别的同学在一起说话 他没听见呢 他就感觉这是议论我呢 这是看不起我 这是笑话我呢 同学正常跟老师聊天 正常跟老师请教问题 李云也觉得这是去打我小报告去了 他就觉得呀 是小庄把他害到这个程度 他一次又一次的扬言 必须要弄死小庄 证明我的清白 但小庄被开除了呀 见不着他了呀 那怎么办 我弄不死他 我就弄死学校的学生 他把这种恨 就都转向了学校和同学身上 有一个女同学跟他关系特别好 只是有一次没有帮他说谎 这李云 抬起手来就给了同学一巴掌 后来同宿舍的同学们也受不了了 经常三更半夜呼呼睡着呢 这李云猛的一下子坐起来 要不哭 要不笑 要不翻箱倒棍 后来把同学吓得都不敢踏实睡觉 整个宿舍呀 都没法安生了 从李云和小庄的关系暴露之后 学校也观察到 李云的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对劲了 就找李云的父母 把孩子接回去吧 让他在家休息一阵 调整调整 但家大人呢 看到闺女回去之后 也没什么特殊的 又怕孩子耽误学习 耽误课程 你还是赶紧回学校吧 其实类似的事情啊 在我身边也出现过 我大一的时候啊 我们学校有个女生 但这个女生跟我不是一学院的 也不是一专业的啊 我也不认识 这个女孩子呢 可能是因为同学关系 有了一点什么问题 再加上这个女孩子 性格上也比较孤僻 后来有了比较严重的抑郁症 学校呢 就也是联系了这个女孩子的家长 说不行 回去休养一阵吧 这个女孩子就回去了 回去休养了几天吧 就赶上学校期末考 家大人就也想着 孩子别耽误学习啊 尤其别耽误考试啊 因为在大学要挂科还挺麻烦的 就让她回学校参加期末考试 可没想到就在期末考的当天 这个女孩子自杀了 因为这个女孩子自杀地点呢 是位于我们宿舍啊 到食堂的必经之路上 所以那天早上我们准备考试去食堂垫不口饭的时候 路过那的时候就看警戒线都已经围上了 难以想象孩子的父母会有多么的悔恨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 为人父母的呀 更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 但不太关注心理健康 更关注孩子的事业学业 但不太关注孩子开心与否 再说回这案子 李云的父母也怕他过多的耽误课程啊 就让他回学校了 老师呢 还给他补习了落下的那些课程 他也顺利通过考试了 为了使李云尽快走出来 学校的运动会还专门请李云当报道员 班上同学过生日的时候 同学们也想帮帮他 还带着他一起看电影 一起聚餐 老师也好 学生也好 都对他很关照 就希望能够开导他 希望他能够重新回到快乐生活之中 但李云不这么想啊 你们什么意思啊 你们这不是可怜我吗 你们还是看不起我呀 除此之外 李云哪 这为非作歹的事干的多了去了 比如说吧 有一回冒充同学领人家的汇款 是这天呢 在传达室看到有一张五十块钱汇款单 收款人呢 叫李慧 啊 你想吧 开会那个汇就是云上面加个人呢 他一看 哎 这不天赐良机吗 回到宿舍在自己学生证那个云字上面加了个人 云就成了汇了 李云就变成李慧了 带着那张改过的学生证到了传达室领了汇款单 还用左手签上了李慧的名字 后来人李慧的家人来信 问这李慧 钱收着了吗 李慧到传达室一查才知道 让人冒领走了 随后把情况反映到学校 学校保卫部门经过认真细致调查 这才把事情弄了个水落石出 现在李云已经这样了 学校啊 决定开除李云学籍 但处分做出来之后 校领导也知道 李云这孩子精神不太正常了 别出什么事 没及时公布 压了一段时间 又派人多次做他思想工作 后来学校呢 也想了一辙 说你啊 放暑假的时候离开 开学就不用再返校了 一方面执行了校计 对吧 另一方面呢 也给李云留足了面子 但是所有这些 甭管是同学对他的照顾 老师对他的照顾 学校对他的照顾 哎 一点没能感化他 反而更加仇视学校 仇视老师 正是在这样的想法之下 这才有了最终下读的事情 1992年6月25号 也就是投读案发7天之后 李云被公安局 依法刑事拘留 1992年6月28号的时候 人民日报还专门看出来了这条消息 说特大中毒事件已经查清 投毒犯罪分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1994年3月12号 618投毒案犯李云被执行死刑 咱们来说一下 90年代初发生在哈尔滨市的一系列杀人碎尸案 1992年的5月14号下午2点左右 哈尔滨市动力区的一个居民 潘玉琴 回家呢 路过自家的菜窖 他就看这个菜窖的盖啊 位置好像有变化 是不是有人动过呀 他把这菜窖的盖子掀开 往里面一看 浑身的毛都炸起来了 一具女尸趴在他的东储大白菜堆上面 警方到达现场之后检验 死者尸体衣着完整 没穿鞋 死亡的原因呢 是勒井窒息 死亡的时间在36个小时左右 在现场 哈尔滨公安局的侦察员们 非常的焦虑 又是一起杀害妇女的凶案 从1990年末开始 在这一带啊 陆陆续续的在三个马葫芦里 发现了五具女尸 什么叫马葫芦啊 这是东北化 指下水道啊 或者是大印井啊 地窖这些东西 是从日语音译过来的 1991年4月9号10点左右 哈尔滨电工学院的两名水暖工 在疏通学校一栋宿舍楼前面的马葫芦的时候 发现里边啊 有一条人腿 就这一条腿 经过检验 被害人是23到30岁左右的女性 尸体呢 在大腿的根部被切开 被害人呢 还染着黑色的脚指甲 1991年5月28号下午3点左右 动力区市政排水管理所的工人 在清理农林二道街马葫芦的时候 发现了两具被肢结的女士 经过检验 尸体都是在腿根部被切开 其中一号尸体上身穿绿色的绒衣 内穿深蓝色迪伦脚灯裤 长直发 圆脸 汗毛比较重 乳房比较大 AB的血型 两个被害人死亡时间都在一个月左右 都是被恶警窒息死亡 1991年10月29号10点50分 哈尔滨汽轮机场雇佣的农民工 在清理宿舍楼侧面的马葫芦的时候 感觉着脚底下踩着一个软乎乎的东西 凭感觉觉着是个人 之后 这个工人用铁钩子连续勾上了两具裸体女士 经过检验 尸体已经高度腐败 软组织大多成泥状黑灰乌色 经过检验 无法判断死因 推断一号尸体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 二号尸体年龄在35到40岁之间 死亡的时间是在四五个月左右 侦察员先后排查了近百人 破获了杨永志 程玉莲夫妇 杀人抢劫碎尸案等隐案 然而 这个杀人碎尸系列案 仍然毫无进展 经过计真部门的认定 几起杀人碎尸案当中的被害者 都是被勒死的 分尸的部位都在大腿根部 根据凶手杀人碎尸抛尸的规律 推断犯罪分子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 可能因为尖锐的矛盾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对女性极端仇恨 具有强烈的报复心态 很可能有前科有劣迹 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 从抛尸地点较为集中上看 杀人的第一现场 距离抛尸现场不会太远 从被害人的衣着服饰看 被害人极有可能是作风放荡 或者是卖淫者 凶手很可能是以嫖娼为借口 杀人运货 劫走被害人的金银首饰和现金 然后碎尸抛尸 由于排查嫌疑人的工作 已经陷入了困境 专案组决定 在查清被害人的身份上 寻找突破口 很快 几名被害人的认识启事 刊登在了哈尔滨日报和新晚报上 没过多久 528碎尸案的被害人 经过家属辩认为苏某 514抛尸案中的被害人 经过群众辩认为李某 两名被害人的身份被查清 为侦察员带来了线索 但是经过查证核实 查不下去了 线索中断 侦察工作再次回到了起跑线上 为了进一步查清被害人的失源 1992年6月16号 专案组组织了全市百余家舞厅 影剧院等场所的经理会议 会上 市公安局副局长刘野 通报了系列碎尸案的案情 要求各公共娱乐场所 密切注意可疑的人或者是事情 1992年9月3号 哈尔滨铁路局某俱乐部的负责人 向专案组提供了一条线索 前一天呢 他的朋友到赵某家去串门 闲谈当中呢 得知赵的妻子王某 在去年4月份离家出走之后 一直没有阴心 专案组两名侦察员 马上来到了赵某家 赵某谈到妻子走的时候呢 带着BB机 他曾经呼过一回 时间是去年的8月份 可是回电话的是个男人 那男的说呀 BB机已经卖给他了 不要再呼了 侦察员立刻来到市电信局查询 他们发现 现在这个BB机的主人叫韩明 而且市民警察 户口呢 落在动力区体育街14号 平时这个地址里住的 是他的弟弟韩力 韩力29岁 1979年 曾经因为强奸女学生 被判处15年徒刑 1987年被假释 1989年 韩力结婚的时候 哥哥韩明 把体育街14号的住处 让给他住 1991年 他因为盗窃 两次被公安机关收审 韩力具备作案动机 又具备作案的时空条件 是杀人碎尸案的重大嫌疑人 1992年9月10号下午1点左右 警察韩明被传讯到专案组 据韩明交代 韩力在南港地下城有一个摊位 他现在呢 去上海办货了 这几天有可能就回来 11号凌晨3点左右 专案组对体育街14号 韩力的住处进行了搜查 搜查当中 发现了乳胶手套三副 一个女青年李某的身份证 和卷起的一块绿色地毯等等 四件可疑物品 14号下午2点左右 从上海返回哈尔滨的韩力 刚在南港地下城露面 就被抓获 经过七个小时的审讯 韩力终于交代了1990年末 到1992年8月 连续杀死七名妇女的犯罪事实 其中1992年8月9号 杀害陈某是一起隐案 韩力这个人呢 从小就讨厌上学 初中的时候 经常背着家人讨学 14岁的时候 他认识了一个女孩 并且发生了关系 之后呢 他就经常的纠结一些流氓 到学校里边调戏女学生 有一回啊 在强奸一名女学生的时候 遭到了被害者的极力反抗 韩力恼羞成怒 掏出刀子 连扎女青年腹部三刀 1979年1月9号 韩力和同孙某闯入学校 光天化日之下呀 把一名初二的女生 在教室里边轮奸 同时呢 还抢劫了另一名女生十块钱 因此 在当年的二月 他被判十五年徒刑 1987年 韩力甲氏出狱之后 他就开始有预谋的杀人强劫 他看准了 失足妇女们求钱心切 懂得只要出高架 就能把他们搞到手 而且 失足妇女失踪之后 家里人呢 会顾及面子 不愿意报案 这让他觉得有机可乘 经过一番精心的策划 韩力在1990年11月23号 在哈尔滨电影院门前 把一个失足妇女 带到了体育街14号 发生关系之后 掐死 接着 他把尸体的大腿根部 切开 分尸 并且用塑料袋 套在割口上 以免留下血迹 晚上11点左右 他分两次 把尸体扔到了马葫芦里 1991年4月3号上午 韩力又如法炮制 杀死了另一名失足妇女 抛尸在马葫芦里 连杀两人都没有被抓 韩力更加的猖狂 1991年4月6号 韩力在哈尔滨某电影院 见失足妇女王某 手上戴着俩金戒指 身上还挂着BB机 这是有钱呢 他就上前勾的王某 一个小时之后 王某就在体育街14号 被韩力掐死 身上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 1991年4月8号 韩力在中山商场门前 以100元的价格把苏某骗到住处 然后掐死 1991年4月13号 韩力为了猎货一个失足妇女 为她买了60块钱的化妆品 结果这个失足妇女之后呢 跳槽了 跟着另一个男人跑了 韩力气急败坏 在原地遁守了三天 终于把这个失足妇女送上了天 1991年4月16号 韩力因为盗窃被审查 经过她哥哥韩明的疏通 6月6号结束审查 1991年10月8号 韩力在公共汽车上偷窃一位女青年 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在审讯期间呢 她为了转移视线 她谎称身上的BB机呢 是大哥韩明的 其实就是那个被害人王某的 而身为警察的韩明 在接到查证电话之后 替韩力远谎 导致韩力又一次漏网 1992年5月12号 韩力来到哈尔滨工人文化馆 见失足妇女李某在这儿 就上前搭讪 很快 李某死在了体育街14号 之后呢 韩力见着天色还早 不方便处理尸体 就把死尸推到床底下 自个儿往床上一躺 睡着了 当她一觉醒来 是凌晨的四点多钟 于是肆无忌惮地扛起死尸 走出家门 来到了十多米远的邻居 潘玉秦家的菜窖前 拿脚踢个菜窖 把李某扔了下去 1992年8月9号 在南港亚西亚电影院门前 韩力再次遇到以前就相识的 失足妇女陈某 看见陈某这大金戒指和骑得昆车 韩力杀心大气 他把陈某骗到体育街14号 杀死之后呢 又怕案发之后啊 这尸体被街坊邻居认出来是陈某 就把她头发长发剪短 拿菜刀啊 脸给划掉 毁容了 当天晚上11点多 陈某的尸体被扔到了下水道里 韩力临死前还在狡辩 他说 我杀的都是卖淫的坏女人 之所以杀她们 因为她们呢 让一些男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我是替天行道 您瞧 又一个替天行道的 韩力虽然被抓住 但是内心呢 非常的不甘 她觉得自己每次作案都考虑得非常周密 现场处理得非常干净 就没想到公安局能抓着她 说实在的 如果没有她哥哥的掩护 她早就被抓了 有时候 内鬼 才是最可恨的